藍色青森寺的全名叫什麼? 藍色青森寺的全名叫做 蘇丹艾哈麥德青森寺 我好長的名字啊 那為什麼叫藍色青森寺呢? 因為 它有超過兩萬片的 藍色伊茲尼克磚 反射出來的藍色光澤 原來它是因為它有兩萬 兩百六十萬的 兩萬片 超過兩萬片的 伊茲邁德 磚 磚 多艱的藍色 長青森寺 尤丹艾哈麥德青森寺 磚丹艾哈麥德青森寺 對青森寺 阿因爲它是有一萬片的 因為它是整個青森寺 裡面還有超過兩萬片的 兩萬片的 第一次的 第一次的喔 伊茲尼克磚 因為它的 其實裡面有超過兩萬片的伊茲尼克磚 所以它反射出華麗的光澤 所以它就是熱的藍色 這個是不是算他們祈禱了嗎 他們的祈禱時間 祈禱時間嗎 對 一個Session是1點開始 第二個是下午的4點15分 對 在進精神室之前呢 也要做雲的服裝 所以呢 按照這個護官友的話 我應該穿這樣子的姿勢 是不是要知道 應該是合格吧 應該吧 哇 太陽出來了 這個是 在進去藍色精神室裡面的一個禁禮池 變成要有大禁跟小禁 大禁是洗澡 大禁是洗澡 小禁是洗手 抹頭 洗臉 洗手 洗腳 抹頭 洗臉 洗腳 對 好 然後通常都是你在生理期防室分別後進行 生理期防室分別後進行 它是大禁 所以小禁是應該平常我就可以洗個手就可以進嘴 對 算是恭敬前程的意思 這邊是潛亭 然後這是一個六角形的水泉 那這次進來清真室裡面第一個影響 然後我現在的中半很可愛吧 這是全程尊敬 有模型 之前我們要過鞋子 旁邊有提供塑膠袋 就用塑膠袋裝飾 就淋進去吧 走吧 走吧 好中觀喔 好中觀喔 我看起來這還不錯喔 要這個的 這個有夾子 那邊有巧克力的 對那邊有巧克力的 我中間要吃這個 這個看起來很好吃 好 One One Yep How much 這個比較貴 對齁 試試看 另外一個麵包 我又來了 我在吃麵包之前 沒有要把一次麵包了 但是吃不懂口味的麵包 還蠻不錯的啊 很甜 你們包什麼啊 蠻甜的 紅豆嗎 不像紅豆 不像紅豆 包什麼東西 紅豆泥嗎 蠻甜的很好吃 然後後面給 很像花生啊 上面 上面是類似像西人片吧 對 像西人片 然後裡面像花生 對不對 好吃的 嗯 好吃 好吃 不錯嗎 三里拉 三里拉 嗯 三十塊台幣 嗯哼 好 現在這個地方是德意志噴泉 然後這個是德意志紅帝 送給土耳其的禮物 它都是由大理石跟寶石 興建而成的 這有水的食者 它是壞掉欸 好冰喔 好冰喔 對 超冰 超冰的啦 所以它上面是寶石喔 是嗎 對 應該是 大理石 你跟寶石 裡面有什麼 跟雞 跟雞 天氣好好喔 天氣好好喔 現在目前看到的這個是房間盃 這個是來自 埃及的 陸客索 陸客索的卡拉克神殿 嗯 去埃及的時候我有看到 你有去過陸客索 對 然後這個房間盃 它是有整塊的紫花岡 也能找五層的 對啊 對 埃及有一個遺跡 是一個未完成的房間盃 真的嗎 跟這個一樣 然後它是還沒完成 它就是上面的那個 房間盃是沒有刻東西的 然後它是斷掉 裂開的 躺在一個踩石場那邊 對 所以它的這個 房間盃上面的那個 盃是會看到 埃及的消息子 對 然後你有看到中間那個嗎 中間 是那個橢圓形的 橢圓形的 橢圓形圓圓的那個 對 那個是法老王的標誌吧 好像是 印象中啊 嗯 對 那的橢圓形 非常高嘛 嗯 這個還蠻漂亮的 他說其中有一面 它是有 比奧多西是在 競技場 觀賞戰鬥時的場景 所以應該會有 應該是這一個吧 對 那是這一面嗎 沒錯 就是這一面 而且它這個房間盃的刺滅的橡圓形 我自己的刻的刺都不太一樣 嗯 如果你光想像說 這個石碑這麼高大 然後整個刻上去 然後整個蓋起來 好像還蠻不容易的 去埃及看就知道了 好 對 我也完成了 房間盃就知道了 埃及我還沒去過呀 下次啦 下次就去埃及嗎 對 對 它這個每一面 文字都真的不一樣 所以蠻特別的 可是我才知道 它的房間盃上面那個文字 是我的意思 雖然你看得懂 你看得懂的話 你就誰當法拉王 看怎麼會當法拉王了吧 好吧 埃及房間盃 埃及盃 不 埃及盃 埃及盃 這個東西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是強柱 嗯 為什麼叫強柱 那它本身它是在 第 它其實原本 它是高32公尺 然後原本外表 已經是鍍金的頭牌 但是因為在 第四四十字軍東陣的時候 被洗劫 所以剩下這個柱星 然後稱為強柱 那它又是叫做 君士坦丁神柱 欸對 君士坦丁紀念柱 君士坦丁神柱 多神 有多神 不是是叫做 君士坦丁紀念柱 喔紀念柱 神柱 好神喔 我回到一邊 左邊上立時刻 對啊 啊這個是什麼 蛇柱 這是蛇柱喔 蛇柱為什麼叫蛇柱 蛇柱它是 是來自希臘的 是這樣 沒有啦 屁啦 好啦 它是來自 希臘九二杯 不錯 對 小樓 那這個樹頂呢 其實它本身 應該是 有三個舌頭 嗯 不見了 對 然後柱角是 有黃金祭彈跟祭彈 那目前只剩下一個舌頭 然後被保存下來 在哪裡 舌頭啊 哪裡有舌頭 舌頭 舌頭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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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不準啦 沒有看到頭啊 好不好沒有頭就算了 OK 好 所以它這個紀念柱 是目前最古老的希臘時期的紀念柱 希臘時期 然後後面是埃及時期 後面是埃及的 所以你看希臘跟埃及的東西 在 伊斯坦堡 藍色的電池旁邊 全部均集在這邊 其實這個 還蠻奇妙的 蠻奇妙的 烤玉米跟烤玉米 這個應該是那個 這樣子 對啊 所以是一百克 玉米 烤玉米辣 烤玉米辣 這個是玉米啊 玉米辣是 對 對啊 看起來好好吃喔 嗚好鹹的感覺喔 好鹹的感覺喔 很鹹的 帥 帥 帥 嗯 這位是 喔好燙好燙好燙 西塊 放了 放了 你剛那邊有零錢嗎 你剛有零錢 你不是有十塊嗎 OK 給他找啊 好不好給他找 總共是一塊一巴 你這麼分分嗎 總共是多少錢 七塊 一百克這麼少 是 Thank you OK 老式的玉米 哇 好大隻喔 他有灑鹽吧 他有灑鹽 對 上面有鹽巴 看看好不好吃喔 怎麼樣 什麼味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樣吃到 小朋友記得 吃東西都不要講話 所以他甜嗎 他是水煮的玉米 可是他其實吃起來 那個顆粒其實還蠻有彈性的 嗯 那不會太軟 那甜度呢 其實我覺得他不會很甜 那還蠻好吃的 然後這邊 義式攤寶 那個藍色行政室附近 島處都是在賣水煮玉米 嗯 然後跟 湯炒粒子 也不常講烤粒子啊 對 其實在這邊附近周圍 你看很多攤販都是在賣 這個烤玉米跟水煮玉米 還有烤粒子 嗯 而且價格都是從兩塊 玉米當然玉米都是兩塊錢 然後是100克 然後這個是100克 烤粒子是100克 五粒啦 試一下烤粒子 好 然後這麼一小包 裡面多少 100克 大概幾克 大概 欸10顆耶 10顆 好 大概是有10顆的粒子 那我們吃看這個粒子 烤到好不好吃 烤這樣子 跟我們那個糖草粒子其實不太一樣 它是整個是烤的 好大顆喔 好 滿燙的 其實它有那個 烤的那個 烤的香味 你敢吧 因為它吃起來會有那個 烤過那一種 香味香氣在裡面 然後吃起來粒子的味道 我覺得是跟糖草粒子的感覺 其實不太一樣 而且你會發現它的顏色不一樣 好美味喔 台灣的糖草粒子跟 特別的烤粒子哪邊好吃 台灣的是它是糖草粒子 它是比較甜度 比較甜 嗯 比較軟 那這邊是用烤的 是比較有 就有點類似像我們吃 這個怎麼講 菱角 菱角喔 烤菱角嗎 可是它又有烤的那個香味在裡面 就酥酥鮮香的這樣子 嗯 對 而且還不錯吃 可是這個可能有點感 很感 還要餵鴿子 對嗎 很燙欸 真的會吃欸 還蠻好吃的啊 你不覺得挺苦 跟你講你吃整顆 它整顆是有那個 你看它整顆 因為它整個烤過 它其實就是有那個香味 喔好燙喔 而且你在這邊可以看到很多栗子樹 所以你在樹下住的時候可以有栗子掉下來 小心被砸到 嗯 在埃及 放肩盃旁邊吃 烤栗子 感覺怎麼樣 而且有沒有發現那個鴿子很厲害 我站著 被拔王住室的感覺嗎 嗯 而且我們右邊這邊就是清真寺耶 對啊 結論就是這個玉米其實還蠻好吃的 那如果說要是再看 大概還是會讓我想要再吃 因為其實味道還不錯 那鴿子的部分是因為在台灣沒有人在賣烤鴿子 所以 如果說要是想要吃的話 還是可以吃吃看一些不同感覺的例子 其實還蠻不錯的 它很麻雀欸 對啊 麻雀還強勢了 嗯 好吃的玉米 你們鴿子都喜歡吃 嗯 哇就沒通到麻雀了 哇那次吃到壞了 摸了蒙麵小蛋你覺得怎麼樣 剛剛我這樣蒙麵啊 旁邊警察還是聽我看 還好我要緊張喔 真的嗎 還好我拿著烤玉米 警察在哪裡 警察走過去了 還好我拿著烤玉米 感覺沒有什麼威脅 因為你還蒙麵 因為在這個地方摸麵你知道很敏感的 所以我是冒著生命危險 哇 好辛苦喔 還好我有考驗你保護我 哈哈哈哈 然後呢 摸麵小你要去吃的嗎 對我要去吃的 好收工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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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